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唱一刻 陈子彤和Tony Ray直接表示日落狗 对于那无刻热如此自然的演绎 我只能表示 我要向你学习 真的 而邓紫棋组的加入了方其名 杨和苏还有周汤好 而在这个选择门环节甜蜜 为什么突然消失 堪称节目组的未解之迷了第一组 攀美国邓紫棋组的第一首歌曲 安静的稻草原 用的是《倩女幽魂》的经典beat 杨和苏被淘汰 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 这首歌没有发挥他快嘴 硬和特点 如果可以选到小胖马俊 Loss Yourself的beat 我相信他也能做得特别账 第二首 王奇鸣和周汤好的歌曲 主观地说 我觉得不如安静地稻草原 尽管舞台的表现力这首歌确实很账 可以看出最后导师在选这一组的时候 表现得十分纠结 两组一定程度上都有不足 不过很显然 王奇鸣 还有周汤好选对了beat 到了热狗张震乐组 功夫胖和马俊 直接remix了母爷的Loss Yourself 这么大的beat下 他们两位出道已久的rapper 贡献了一首同样很炸的歌曲 这首歌也达到了几个制作人的一致好评 而派克特 刘百姓 Jason这组相组动脑筋 我认为也是不输第一组的 真正让我记住的是Jason在副歌部分 致敬了我爱台妹 这首在大陆被下架好多年的歌曲 还活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就是不活在新浪微博里 最后Jason被淘汰倒不出乎意料 尽管一直备受争议 不过既然淘汰也淘汰了 就没必要怎么多黑了 这首歌里Jason也不止一次致敬了热狗 只不过这一组其他两位的实力 也是确实强于他的 但是能看出来 他们确实有着舞台上完了起来 倒是吴亦凡这一组 实力真的能看出来 确实是最强的一组 倒是孟之队还有篮球队 这个梗还挺有趣的 看到吴亦凡在新说唱节目播聊篮球 鼓扑表示日的狗 又动了谁的奶酪 新说唱不搞说唱 搞篮球 满说可 王以泰 还有Low server这一组的歌曲 其实从旋律上来看 这首歌就是十分的耐听 王以泰淘汰法老师 靠着脸部的微表情来取胜 从现在可以看出 对于表情的使用 王以泰确实是炉火春青的 尽管有轻微妄辞的瑕疵 但整体上我觉得 他是这一组里实力最强 也唱得最好听的 不过王以泰 可能在之前被采访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做毒奶 Low server的声音 还有Flow 确实是最有特色的 这个其他人不具备的 而尽管满舒克 在这首歌表现得也十分好 但我个人猜这一组淘汰的是满舒克 一是邓子奇也说了 王以泰的失误并没有什么影响 整体都表现得很好了 而大家结尾那个表情 都吃了一大惊 也不太符合通过失误淘汰 王以泰这样的普通的结局 我猜吴亦凡他会说 这一次是先说唱重点是新 满舒克人气已经十分高了 可以让位给王以泰这样的年轻人 而本身满舒克的部分 Flow也算比较平 纯粹追求技巧的话满舒克 与其他两位比也没什么优势 不过这回我不跟你们打赌了 而奥罗格和那乌克热 这一组得到全场的一致好评 我可能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个人感觉奥罗格的部分 是明显没有那乌克热炸的 那乌克热这个七连四压真的太炸了 但是奥罗格那个自带低沉的嗓音 确实是先天有事 如果奥罗格后续歌曲的部分 多加些英文部分 那才能发挥出他全部的实力 这一集相对来说 是和第三期一样比较好看的一期 这一集